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的影片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 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今天是2023年的8月9号 台北股市在今天开低之后 出现了一个上冲下行的区间震荡盘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8月起始今天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8月起始开盘是开低在16815 随即9.02分先来到早盘的低点16785 接着往上反弹到16935 然后再往下灌杀到今天的最低点16780 形成了两大段行情 第一大段行情从16785到16935 那光这段行情就有150点 这段高点到低点的行情有155点 把这两段加起来总共叫150点乘以2 叫做300多点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今天这两段行情 变成真正的钞票 最关键的还是在今天的开盘价 今天这个开盘价开低啊 如果说你不能够站对边的话 那么今天早上这一段往上冲了行情 你就赚不到 所以开盘价到底该做多该放空 会影响到你第一段的操作绩效 如果你早上跑去放空 除非你真的很厉害 跑到这个低点 我没话讲 早上去放空基本上 如果你没有补在这个低点的话 基本上都是停损掉 至少停损100点以上 那如果在这个高档地区 你不晓得这也是高点 而跑去追多的话 那又会再损失一次100多点 然后那基本上这样的操作方式的话 不但赚不到钱 还有可能被多空双巴 所以今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 如何研判开盘价 可以直接做多 这是今天成败的最大的一个关键 好 那今天这个经过这个洗盘之后 大盘跟期货好像没什么变化 那后市大盘应该怎么看 我想在技术分析里面 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 讲到台子期的操作 我每天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在开盘的时候 先看一下加权指数的位置 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上 代表今天多方控盘 在五日均线之下 那就代表空方控盘 接着还要观察一下期货开盘时候的一个成交口数 如果爆量2000口以上 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要注意说到底应该要做多 而且怎么做多 或者是到底应该要做空 要怎么做空 这都是有没够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还是持续的开低 那当然开低连续几天开低之后 它都一直在这个五日均线之下 今天也不例外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属于空方控盘 因为加权指数开低41点 我们看说明了 加权指数开低41点在五日均线之下 这个是属于空方控盘 那八月期指今天也开低 开低几点 37点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现象 当今天加权 八月期指开低37点的时候 它竟然爆量2000口以上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开低爆量2000口以上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开盘价 基本上就是一个低点转折 那低点转折的话 你真的不可以直接去空 应该要怎么空 要逢反弹做空为上策 所以来咯 今天这个开盘价既然开低爆量 所以代表它是一个相对低点转折 应该要做多强反弹上来 然后逢反弹在这个高档地区再放空下来 这才是今天100分的完美操作 好所以学技术分析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第一个你学了一个基本的 这个加权指数的位阶之后 再来看一下这个台子期 期货开盘时的一个成交口数 看看有没有爆量 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开盘价 你的方向应该怎么抓了 而且89不离时会非常的精准 好这第一件事情 今天的开盘价是可以直接做多的 而且不能够直接去追空 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加权指数整个方向跟趋势的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ACD 目前的状态还是死亡交叉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死亡交叉 代表是大盘现在的 其实是相对的比较偏弱 相对比较偏弱 那偏弱的格局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呢 很简单 有几个方向可以提供各位做参考 第一个方向17000要赶快站上 这个17000现在是目前的台北股市的一个反压 那如果能够站上的话 这个反压就会变支撑 所以站上17000是第一个基本的要求 第二个基本的要求 一定要能够攻上所有的均线之上 这个加权指数才有可能翻多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有个温和的一个成交量 才能够使这个MACD的死亡交叉 慢慢的变成黄金交叉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说明了 MACD现在柱状体还是在零轴的下方 MACD跟DIF形成死亡交叉 空方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多单只适合短线当中操作 好接着再看KD指标 KD指标目前的位置 还是介于20到80之间 我跟大家讲过了 当KD指标在20到80之间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形成一个区间震荡 但目前的区间震荡是比较偏空的 因为MACD是死亡交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KD指标的K值低值RSV 目前介于20到80之间 大盘区间震荡 压力我们就观察17400点 就是这个近期的一个高点 17463 好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我讲过了这份研究报告 我每天早上9点半就会完成 完成之后 就会分享给我Lite里面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投资朋友 你也喜欢这份报告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 你完全不需要花钱 只要各位愿意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了 做什么事情呢 只要各位愿意加入 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这份技术分析资料 现在各位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直接扫描这张图卡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Lite ID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这份技术分析资料 但是 请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各位亲爱的都是朋友 你是第一次加入结帅粉丝团的话 请你在加入之后 马上记得回复888三个数字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当你加入我们Lite 如果没有回复888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想要加入 我们也看不到你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 把这份资料 传到各位手机的Lite里面 因此为了要确保 我们能够看到你知道你的加入 麻烦你在加入之后 赶快回复888 让我们知道你加入我们Lite 我们才能够把这份资料 传到你手机的Lite里面 那另外一点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们也可以利用我们Lite里面的 对话视窗右上角的一个 记事本的功能 每天早上我们9点半 都会把这份资料 直接公布在这个记事本里面 让大家参考 所以欢迎投资朋友 如果还没加Lite的话 可以直接扫描图卡中的QR Code 然后记得每天早上9点半 到记事本去看一下 结帅为大家分享的 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每天我都会写一篇 那当然 大家可以多关注 这个记事本里面的重要资讯 好 那么学习技术分析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每天我都问同样的问题 我讲过了 学技术分析最大的优势 就是让你的胜率稳定 而且是稳定的维持在 70%跟80%以上 高胜率 我想做期货 如果没有高胜率的话 真的不要做 为什么 因为你会越做越没信心 如果你的胜率 一直维持在5成左右 那不好意思 你就是在赌博 因为你的胜率没办法提高 只有一半一半的机会 那讲真的 你就代表是用拆的 用感觉的方式在做期货 这种做期货的方式 我说过你早晚会输光 因为你赚赚不多 原因是因为你不晓得你做对 因为你是用拆的嘛 赚赚不多 赔的时候会赔一屁股 为什么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做错 那不知道做错 为什么会赔一屁股 因为人性的弱点 会让你舍不得停损 所以赔往往可以赔到一大段 赚就只有赚一咪咪 那这样长久下 你是不是一定要输光 那学习技术分析之后 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让你的胜率稳定的 维持在70%跟80%以上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你今天这一笔单 你为什么做多 你今天这一笔单 你为什么放空 你都是有依据的情况之下 你进场之后 你所设的那个停损 当然也是会打到 但是这个几率就会变低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有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这个工作跟事业忙碌的关系 而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那怎么办 那当然就要来找结帅我 为什么 因为我当一个投顾分析师 就是要服务投资朋友 那怎么服务勒 很简单 我把我多年来技术分析的研究心得 再结合了AI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 我做成了一套专业的 期货操盘软体 这一套期货的操盘软体 帮忙 就是为了要帮忙全国的投资朋友 有在做期货的投资朋友 而设计研发出来的操盘软体 那在这套操盘软体里面 我讲过了有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厉害的指标 叫做闪电指标 所谓的闪电指标 就是利用技术分析的方式 在结合人工智慧高速运算的方式 所做成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就是它能够在8.45分 经过AI人工智慧计算的方式 火速的判断出多空方向 那这时候我们开盘下 看到了闪电指标给我们多空方向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场 也就是说 利用AI人工智慧快速运算的方式 再结合技术分析的逻辑 基本上开盘价它就会直接告诉你 开盘价该做多或该放空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期货通常在开盘价的时候 都很有可能出现当天的低点转折 或高点转折 就拿今天来讲 今天这个开盘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低点转折 对不对 如果开盘能够知道做多上去的话 那今天早上这150点了 你现在卡拉拉 要等一百点都无 而且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开盘价直接进场之后 这个就是当中必备的领先指标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开盘开在16815 开盘是开低 开低几点37点 可是问题来了 开低37点它竟然爆量2000口以上 那我有解释过 开低爆量代表什么意思 开低很有可能就是低点转折 所以是可以直接做多的 因此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闪电指标 闪电指标在今天开低的时候 他就直接给我们会员答案了 进场做多16815 我说实在 这套两体它就是这么的强 它能够在开盘价 马上计算出到底该做多该放空 这个是人脑 没有办法在8.45分就判断出来的事情 但是电脑因为它计算速度快 所以它可以超越人脑的计算速度 让你能够在第一时间 看到电脑告诉你的答案 你就可以直接进场去做操作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大碳级系统 今天开盘价你会毫不啰嗦 想都不用想的直接在16815做多 那这笔多单进场之后 9点11分现握开盘了 9点11分现握开盘之后 我们再做多一笔 来各位看一下抠讯 8月期指目前的报价16843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市价做多至少两口大台子 这个停损我们抓16776 16776到底有没有打到停损呢 当然没有打到停损 因为今天最低价叫16780 而且是在后面的时候 早盘的时候最低只有来到16785 所以各位看一下今天早上9点11分 我们全体其中会员的讯息 市价在16843多单进场 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 所以今天早上开盘价 我们做一笔多单 现货开盘之后 我再发抠讯叫会员再加码 做一笔多单 那各位我们都知道 这个早上9点02分 是早盘的低点1678 这个低点来了之后再上去 9点11分我们在这个位置去做多 在这个位置9点11分 在这里做多 那开盘价要做多 这个位置又做多 是不是行情后来就喷到16935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的会员朋友要如何得知说 这个16935要把多单出掉勒 来 非常简单 我们这套辅助超盘软体 真的很厉害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 这个精算转折的功能 也是利用了人工智慧高速运算的方式 在开盘的时候就计算出 这个台子期当中可能出现的高点转折 或者低点转折 以今天来讲 我们系统所算出来这个高点转折 刚刚好 就是这么刚好的计算出 今天的最高点 来16935 我们的系统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预挂做空 16935 那各位亲爱的都在这边 如果你今天在一开盘 就知道要在16935预挂做空 我请问你 你的多单 要不要在这个位置出掉 当然是要出掉 因为出掉之后 你才能够去做放空的动作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 做多停力看压力 来开盘做多 然后简讯会员做多 935出掉 又是424点 又8万多块 参加杰帅老师的这个会员 你真的不用担心会费 因为现在行情波动区间很大 你随便做个一笔单两笔单 做对了就有钱缴会费 所以会费我说过的只是一天 甚至于两天的事情而已 好 那当然如果有大碳级系统 你今天会在哪里空 在今天的最高点 16935放空 那空下来之后来到9点43分 来各位 软底会员按照今天的压力转折 16935放空 建议价差100点 在16835就可以出厂收工 所以今天总共做了两笔多单 一笔空单 来共计涨跌多少624点 这个多单赚比较多啦 赚424点 空单的一口单赚100点 两口单赚200点 共计涨跌多少 六百一十四点 又是12万4千八百块 这个缴一年的会费啊 都绰绰有余啊 所以不要再担心会费的问题 我讲真的 各位看直播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们在想的永远都是会费 我想的不是这个 我想的是 怎么样让你们长长久久 成为轻松的赢家 跟着我们来操作 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 讲完了台子期的日盘操作之后 我们赶紧来 看一下这个今天选择权的操作 讲到这个选择权的操作 我相信全投顾界里面 所有的小资组啊 都喜欢来找结帅 为什么 因为只有结帅一位分析师 目前投顾界只有 我这么一位分析师 每天带领投资朋友 来操作这个选择权当中 而且我们只做买方策略 以今天来讲应该怎么做 今天找盘 我们做多嘛 所以选择权 当然就是要买进买权 那今天买进买权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写的 8月9号 今天在54点买进20口 今天不好意思 又再度翻倍 来最高115点 我们来看一下抠讯 有抠讯为证 9点12分 我们9点11分 期货做多嘛 9点12分 我们的选择权也出手了 8月第二周的选择权 16850的买权 现在报价在54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进20口 那当然啦 这一笔单基本上交易的成本非常的低 只要54000块 那我讲过了 所有的小资组认真听 如果你的超盘资金 不到10万块的话 你还是可以来找结帅 大概全投股界里面 只剩下结帅可以帮助你了 因为只有结帅在带这个选择权当中 那就算你买了20口选择权 今天只需要54000块 你有54000块 你就可以跟我们做这一笔交易 那你知道你这一笔交易 54000块进场之后 你可以赚多少钱吗 跟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高冲到115点 我们在54点买20口 代表翻倍了 翻倍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call訊 9点16分 提醒选择权会员 8月第二周选择权 16850的买权 54点的部位 如果翻倍出价108 54乘以2点108 手上部位就可以获利调节出场 各位可以看到9点26分 就翻倍了 我们在9点12分进场 才经过14分钟 整个选择权就翻倍 松款 就经常松款 十几分钟就翻倍 那翻倍之后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你仔细听 我们9点12分进场 9点12分进场 9点26分就翻倍了 14分钟的时间 你的54点买20口 108人出场20口 你的54就会变成108000 你就可以赚54 你才花了12分钟 14分钟左右的时间 你就赚了54 你拿54出来赚一个54 而且只花14分钟的时间 选择权就是这么的迷人 所以各位小资主 如果你们资金不会真的不多 也不要放弃你们东山再起的机会 来找结帅 你今天54就可以赚54 等于大台子的270点 拿54出来赚大台子270点 真的是一个物超所值的操作 而且直接可以拿今天所赚来钱 直接就把你所缴掉的汇费 干掉做肥料 所以汇费的问题真的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要成为赢家 这个决心你一定要下 你一定要做决定 你才有办法真的改变你的命运 否则你现在的方法是永远不可能赚钱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以上是今天台子期 跟选择权的日盘交易 接着我们来讲夜盘的交易 讲到夜盘的交易 各位上班族投资朋友 你们发现啊 每天早上上班回到家晚上之后啊 除了耍费滑手机看电视之外 是不是都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我要建议哦 这个白天有在上班的上班族投资朋友 如果你晚上回到家再休息 而且没什么事情要做的话 不妨来操作夜盘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商品 为什么夜盘是一个很棒的投资商品 第一个 夜盘的行情不会影响到你白天的工作 因为你已经下班了 第二个 如果你使用大碳级系统 你在看这个夜盘的时候 操作夜盘的行情的时候 你连钉盘都不用钉盘 因为我们这一套系统会帮你钉盘 怎么钉盘呢 我们这套系统在去年增加了 所谓的声音提醒功能 就是要帮你钉盘 怎么钉盘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的会员朋友基本上都直接把这套系统 装在他们的手机里面 那当然了 这个系统它本身有个声音提醒功能 你可以打开它 再把系统打开之后 你就完全不需要钉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的系统 有任何的坐舵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它就自然发出叫声 当你的耳朵听到叫声的时候 你只要拿出手机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系统出现了什么讯号 你只要跟着做动作 就可以不用钉盘了 好所以听到声音再看续道做动作 操作其后就不需要钉盘 因为它会带进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那讲到坊间一般的操盘软体 我相信投资朋友也使用过很多套 但是却一直不能够赚到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坊间一般的操盘软体 会同一时间 给你很多的模组 给你很多的这个周期啊 给你很多的指标 让你自己选自己猜自己判断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均匀就没可能赚钱嘛 每天那么多指标 我请问你8点45分就要 就要开战了 你8点45分还在那边想说 应该要做多还是要放空的时候 那行情都已经走掉了 所以 我们为了要改善一般软体的通病 我们把我们这套系统的当中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当中指标 那将一来的话会员朋友就绝对不会选错指标 而且一开盘马上就可以这样 进入了作战的一个状态 而且保证跟我们在这个直播节目所讲的软体画面 是绝对100%完全同步 我们没有丝毫有任何的造假跟欺骗的空间 那做法呢非常简单只有两招 第一招跟着探极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这个新兴符号 就可以停力出场 好换句话说我们的系统只有三种讯号 你十堆看得有的啦 就是做多讯号 放空讯号跟停力讯号 做多放空停力 三种讯号 小学生都看得懂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夜盘跟今天的日盘 昨天的夜盘基本上第一个讯号可以不用做 叫做做多讯号 因为底下是绿色 上面是红色 我讲过了你只要看一下上下颜色不同步的话 这一笔当然就是杂讯 所以我们的系统还有过滤杂讯的功能 第一笔做多的交易讯号不用做 那第二笔做空的讯号就要做了 下面是绿色嘛 上面是绿色 这笔空单做完之后杀下来 这里出现一个新兴符号 这样一口单你就赚86点 一万七千两百块 你这个晚上就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一万七千两百块 你一天的薪水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一万七千两百块 但是如果你做了夜盘 你晚上多了一万七千两百块 这笔钱你就可以把它存下来 干什么 缴房贷 缴车贷 当做小孩的教育基金费 都很好用 那今天呢 开盘的时候 刚好相反 开盘的时候放空 这笔单也不用做 为什么 画画是红色的 有看见吗 画画画上红色的上面红色的 不同步 这笔单不用做 只需要做多就好 所以早上啊 基本上我们的会员朋友都是做多上去 我们的闪电指标也做多 我的简讯会员也做多 我们这一套系统 当中指标也是做多 来到这个新兴符号 把多单出掉 又一趟86点 昨天一次一万七千二 今天一次一万七千二 两笔交易就三万四千四 各位亲爱投资朋友 只是两笔交易而已 你说这个会费赚不赚的回来 当然一定赚的回来嘛 对不对 你说你的生活品质会不会改善 一定会改善 因为你多了这一项期货的操作之后 你的经济生活就会很快速的改变 你的生活品质就会提高 好这第一种方式 我们现在讲第二种操作方式 跟着碳琴心心进场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提醒讯号 代表什么意思 行情已经涨多了 它才会出现多单停力提醒讯号 涨多了 高点就要去换空 当你看到空单停力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代表已经跌升了 跌升代表低点到了 就可以进场去做多 各位刚刚看到画面是长这样 昨天是不是一个空单停力提醒讯号 所以昨天基本上最有个交易讯号 是这个空单停力提醒讯号 昨天是给流仓多单了 今天呢 出现一个多单停力提醒讯号的时候 再卖掉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一来的话 你昨天流仓的多单到今天的这个多单停力提醒讯号出掉之后 两百控高点 隔日冲 一口单两百控高点 就是四万一千八 足够来缴汇费了 流仓 一口单四万一千八 今天这个多单的一个停力参考点 可以放空下来 油仓是155点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票 你只要用对方法赚钱真的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做期货 真的一定要有一套专业的超盘软体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人脑的判断速度 绝对跟不上期货变化的速度 人脑判断的速度毕竟会比较慢 但是电脑判断的速度 就可以超越人脑判断的速度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超盘软体的原因 人工智慧的优势就是在于 它是电脑运算快速精准 就像我们这套大探级期货系统 它今天在第一时间开盘价 就迅速的告诉你可以直接进场做多 是不是掌握到今天一个低点转折 早盘开盘价就直接做多 很漂亮 开盘价你知道要做多 这早上150点 你就是什么 小老老的现在要等100点都有 对不对 而且它科学客观不带感情 开盘价就直接告诉你答案了 还带什么感情 期货是比快比狠比准的 谁更快谁更准 谁就能够赚钱 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可以帮助你排除人性的弱点 人性有哪些弱点 三心恶意犹豫不决 这些都是你人性操作上的弱点 电脑不会 该多就多该空就空 它直接告诉你答案 它不会给你废话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为什么要持续推广 这个买鱼送吊干的活动 因为我希望能够真的帮助你 不是为了我个人要赚钱的目的 那我们的期货商品有三个 大探级系统 期冲讯息 选冲讯息 这三项商品基本上 你只要买一种 我就会送你一种 叫做买鱼送吊干 买鱼 就会送你吊干 给你鱼吃 教你钓鱼 你可以随便选择两种商品 每一种商品都半年的会期 只要599 外面一种商品 半年可能就要收你6万块以上 我们是两种商品 收费不到6万块 那欢迎各位永恶的加LINE 回复599 或者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 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来电咨询这个 买鱼送吊干的活动 我们的服务人员 会跟你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也希望各位 能够借由这个买鱼送吊干的活动 成为一个又轻松又愉快的赢家 好了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期货市场 鬼追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至周五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YouTube 直播节目 公司期货 有期货大师杰帅 教您听笔子 真工作